遇尼前深水埗沛水庫 如果大家想去這裏參觀 沿著包織街向上走 走到石結尾的健康園 在那裏就會見到有主教山山的字 然後沿著300多級的樓梯燈頂 就可以去到沛水庫的入口 沿途除了有樹蔭遮蔭 還有一些有意義的書法 甚至乎有很多張乒乓球台 大家下次來可以帶上鼻音波板來打球 這個沛水庫是1902年興建 1904年落成 挺有效率 另外它亦是香港第一個圓形建築的沛水庫 圓形的特性就是可以有最短的周界 但有最大的面積 而且還可以折散了興建水庫長生的成本 水庫的直徑大約46米 水深大約6.85米 它可以容納到大約9900立方米的水 沛水庫是由108支排列有序的花崗石柱支撐 再加上紅磚砌成的半圓拱卷 和混凝土的拱形天花 再融合了歐陸工藝和羅馬特色構建而成 這些這麼有羅馬特色的古典建築 香港真的很少有 所以大家真的值得來這裡拍照打卡參觀一下 如果大家對它背後的歷史典故很有興趣的話 這裡還有道想團可以預約 道想團就分為個人和團體 如果團體的話它是有人數限制的 最少也要有24人 最多就不能超過36個 至於個人的話 最少也要四天前去上網預約 道想團也是由一班很有熱誠 和對香港歷史很有認識的一班義工所組成 他們講解得也很清楚 不過如果在惡劣天氣情況下 那道想團就會自動取消 什麼是惡劣天氣 就是三個風球或以上 黃色暴雨、紅色暴雨和黑色暴雨 主教山又叫窩仔山 那為什麼會叫窩仔山呢? 因為以前這裡有個木屋區叫窩仔村 所以它就命名為窩仔山 多謝大家收看與你理財的今天分享